这里就是所有华夏人民的根 如果您的小指甲盖是两半 上厕所叫节手 双手背在身后走路 那么您的祖上很有可能 就是这里走出来的 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红桐大桓树 观众木子 今天在您走进山西大桓树去寻根 看看600年前是如何将 1230个姓氏 从山西红桐大桓树下 迁到全国各地的 出发 600多年前 专张一统天下 山东 河南 河北 江苏 安徽一带 多是无人的荒地 唯有山西这里富饶充足 人口是相当的密集 为了使全国人口 能够更加的均衡 天下太平 专张就采取了移民的政策 官府当时贴出了告示 凡事不想移民的人 在三天内必须要到 大桓树下来集合 愿意迁移的在家里等待就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大家是拖家带口 纷纷地跑到了大桓树下 到了第三天 这里周围已经聚集了 有十几万人 因为谁都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乡 那么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专张当时反行其道 凡事在大桓树下集合的 一律要迁移 这个时候大家都惊呆了 就如晴天霹雳 有的忽而患女 有的哭爹喊娘 但是为时已晚 官府移民登记之后 就在他们的小指甲上 要割上一刀 当时就变成两半了 这样是防止有人逃跑后 好抓人 现在您可以脱鞋看一看 只要您的小指甲是两半的 那么您的祖上一定是从红铜大桓树走出来的 悄悄的告诉你 我的就是两半的 这里就是第一代大桓树的遗址 第二代大桓树在这里 那么第三代在哪里 木子带您去看看 在千一图中 由于人口众多 队伍庞大 为了防止有人逃跑 官兵就将所有人的手 被在背后给绑起来压着走 这是故土难离 这人们是一步一回头 看着那棵大桓树 告诉自己的孩子 这里是我们的老家 由于移民手臂 长时间绑在身后 时间一长就麻木了 久而久之 大家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至今很多移民的后代 不经意间的 就会把手背在身后 这样来走路 在千一图中 手都被绑了起来了 有人要上厕所 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说 官老爷 麻烦把手解开 我呢 要上厕所 这次手一多吧 人们呀 就把这句话呢 他给简化了 直接说 官老爷 我呀 要解手 官兵就知道呢 他要上厕所了 久而久之 上厕所呢 就叫成解手 而流传了下来 那么如果您的老家 现在还把上厕所 叫做解手 那么您的祖上呀 很有可能 就是从红铜大槐树 迁移下来的 经过了600年的繁岩生息 如今在中国的18个省 500多个县 既在祖上呢 多为大槐树人 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甚至在海外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呢 他就有山西人的身影 如果说 所有的旅行呀 他呢 都只是出发 那么只有山西 红铜大槐树 他才是回家 我们看一下 身后这个根子 他的左边呢 是一个木字旁 是不是特别的像一个人 他呀 正在高昂着头 撒着两只胳膊 在走路的样子 根子最后一笔呢 他像不像一个脚 形象的说明呀 当时呢 这些外迁的人们 久久不愿意 离开家乡的沉重脚步 和移民后裔急切回家 寻根问祖的急切心情 观众木子 给您分享更多的知识